接下来要关注的是美国 美国的寒冬里面有龙卷风肆虐 那么同时也有冰雪风暴 那么预计即将直扑 继续范围扩大的冰雪风暴 到时候体感温度可能是零下27度 我们来关注一下 那么有1400多万人的性命 都在这个恶劣天后的威胁下 首先是南方 美国南方在两天之内 出现了超过40个龙卷风 三个人因此上命 那么轻重商的人也很多 目前还算不出经济损失 这次灾害比飓风艾达还要严重 而美国北方要对付的是 危险的冰雨和暴雪 道路封闭学校停课 这个风暴被称为五年一遇 像内布拉斯加州的大雪 已经使得能见度逼近零 美国的气象预测警告 美国的这波低温会掉到 摄氏零下29度 北美的五大湖区全面戒备 北方被冰雨和暴雪覆盖 甚至出现瑜伽雪加上狂风的景象 南方则持续传出龙卷风灾情 一连多个致命风暴席卷美国 正威胁1400万人的性命 再加上德州和奥克拉河马 周二周三两天 美南这几个州通报的龙卷风数量 就超过了40个 居民心有余悸 目睹整栋房子消失 树木被连根拔起 平时熟悉的大秦商场入口 已经面目全非 屋顶也一样被垂扇 一波波龙卷风来得迅速又激烈 随即在24小时内夺走至少三条人命 包括路易斯安那州 基斯威尔郡的一对母子 当局花了几个小时搜救 在瓦砾堆中找到遗体 房子已经不见踪影 当地医院好几面窗户不见 更别说这块 原本是一栋栋移动式房屋落脚的地区 经不起龙卷风威力 满目窗移 共20多人送医 上百栋建筑物被摧毁的 格雷特纳当局表示 这次的风暴比预风爱打还惨 乡邻的密西西比同样传出灾情 德州也有多栋民宅屋顶被垂扇 就连小飞机也难幸免 而这场强大冬季风暴 正持续往南朝着佛州移动 至于另一头 中西步道东岸的民众 则从周二开始就在对付雨雪天气 已经造成数百架航班取消延误 多间学校停课 当局呼吁民众尽可能待接家 北达科他已经因为大雪关闭 94号洲际公路的部分路段 内布拉斯加已经下雪下到能见度比进林 当局把这叫做五年一遇的风暴 至于中北部的威斯康星有备无患 这一字排开共36台的铲雪车 都是由首府麦迪逊所准备 现在就等下雨变成下雪 随时能趁着半夜出动除雪 以防止隔天一早交通瘫痪 从犹他爱达河蒙大拿一路到新伊格兰 全美超过五千万人笼罩在冬季风暴警告下 当中至少四个州发布了暴风雪预警 当局预计未来两天的积雪预计升达61公分 气温可能掉到摄氏零下29度 TVH新闻众的报道